好,同学们,那么我们一起来看 首先,历史学家们就认为,也可以翻译成假设 大家还记得Presume等于Assume吗? 他们既有假设,也有主观上认为的意思 所以就两个意思 他们估计假设,Calendars came into being 说日历出于存在中,就是到来 存在,但是这什么的?Advent 那么首先第一个词我们要一起来记了 非常重要的一个词,我把它写在这儿 我们一起读Advent,再来一遍Advent 它的意思叫到来,来临,登场,都是它 那老师,那不就是以前学的Arrival这个名词吗? 当然没有区别,但是注意Advent可是一个非常文雅的词 所以基本就会出现一个词词 叫The Advent of Something,某式的到来 绝对不能说My Advent,我的到达 我知道的就是Late Arrival或者My Arrival Somebody's Arrival就可以了 所以同学们,比如举个例子 什么剧情才会说呢? 这样就可以说了 With the Advent of the New Chairman 都是重要的人物和世界 对吧,非常文雅 随着爱新的主席的到来 这个公司就慢慢的开始兴旺 发达起了 这里应该是董事长主席 所以往往会出现此组 叫With the Advent of 伴随着学学到来 简称The Advent of Advent of就是什么什么的到来 再举个例子 随着电脑的到来 报纸就被取缔了 随着电脑的到来怎么说? With the Advent of computers 很好,再去呢 在新技术到来之前 现在可不是随着到来 是之前了 新技术New Technology 所以合到一起 所以合到一起 Before the Advent of New Technology 很好 自从智能手机问世以来 举个例子啊 那那些传统上的报纸啊 或者传统上的电视 可能就越来越来越没人看 没人用了 那自从智能手机 我们叫自从 Since the Advent of 智能手机英文就叫 Smartphones 哎,是不是这么来的呢? 所以出来了 Since the Advent of Smartphones 所以同学们 多文雅的一个词 那这里我们就来看看 他想说的是 说他们假设 日历产生啊 估计是 随着农业文化的到来 为什么呢? For放在句末 是表音为的 因为 那个时候人们 又出现 BeFaced with 等于Face 面临着一个真正的需求 需求上去 Understand something about the seasons 要了解天气 你也可以说 Shed light on seasons 去把天气搞明白 是这个意思 更的显得文雅 Recent scientific evidence 最近的科学政绩 似乎去 Indicate 这个词记住就可以 跟我读一下 Indicate 要了解一些 义乐文的词汇 我们在义乐文中 经常会出现一些 科研和小试验 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所以研究试验 表明这个词 就叫indicate 它有很多的同意词 主语都是一个研究 或者一个study 或者一个experiment 或者一些evidence 而研究表明英文 既可以说 research shows 或者study demonstrates 表明显示 study reveals 原因是揭露 这里也表明 study suggest 原因是建议 也有表明的意思 study illustrate 原因是阐明 这里还是阐明 study indicate 所以这些红词就记住 都一个意思 前面是研究 调查报告 后面的意思 叫表明 这个实验表明 那就可以说 this experiment demonstrates that this experiment demonstrates suggests that this experiment indicates that 所以最近的科学证据似乎在表明 表明什么 后面加个dud 引导重去就可以了 this assumption 这个假设对应它呢 是不正确的 哪个假设日记的到来 是什么这个这个 日历的到来 是由于农业的advent 农业的到来 好像不对 那它给什么观点呢 historians have long been puzzled by those lines of symbols which have been engraved on worse bones and the ivory tusks of mammoths 那么同学我们来看 说历史学家 长期的被什么困惑呢 注意 be puzzled by 就叫困惑 等于c开头了 be confused by 如果你表示极其的困惑 都有点惊讶的 我们就用今天那个词叫be be wilded by 所以这几个词一起记就可以了 长期被一件事情很困阔 那些点啊 线啊 符号啊 什么符号表现呢 这些东西定义从去 已经被刻在墙上的那些点啊 符号 说白就是壁画呗 古代的雕刻 就这个意思 好 终点动词我们要记 这个词叫雕刻 跟我去读ingrave 再来一遍 ingrave 再来一遍 ingrave 那么来看 这个句子不难理解 his initials 注意initials 叫某人的名字的大写字母 咱们中国人很少写大写字母 比如我叫刘飞飞 签名的时候我不能写LFF 这太不正式了 但是英国因为都是英文的名字 他如果写的话 签名要写自己的全称太麻烦 就把他的姓和名的首字母全弄出来 比如说Tom Green 就写一个Tom Green 写个TG 来个点就证明这是他的了 有的时候他在自己那个汽车尾号上 为了显示 总不能写Tom Green吧 尾号只能写六个字母 他为了显示很个性的车吧 写个TG 再写几个数字就出来了 这就是his initials 他的名字被刻在眼盒上 那么于是我们要来仔细看一看 ingreve这个动词到底怎么用 我们试一试 在石头上刻我的座右铭 比如说树上鹿 秦为静 学海武亚库作舟 座右铭叫MOTTO 我们叫MOTO 为什么说呢 叫做ingreve my motto 刻我的名字 座右铭 怎么样的石头 肯定是在表面刻吧 所以你看用的哪个戒指啊 ingreve my motto on the stone 把我的座右铭刻在石头上 ingreve刻后面可以直接加字 当然也可以加刻的那个物体 我可以说在石头上刻座右铭 按中文走 也可以说ingreve the stone 刻石头 那后面的戒指我要用 用什么什么我的座右铭刻上去 用的戒指应该是with 注意叫做ingreve the stone with my motto 所以出现词读 我们总结一下 叫做ingreve something on something 把某些字和画刻在 比如石头上 倒过来 ingreve something 这块过来了 with something 用一些字啊 画啊 来刻在某个东西上 举个例子 对吧 我们举个什么例子呢 我说我把我的名字 刻在黑板上 第一我就说I ingreve my name 什么的blackboard on the blackboard 琢磨琢磨 反过来 I ingreve the blackboard with my name 是不是这么来的呢 当然慢慢就出现一个抽象的表达 这个句子很实用啊 叫memories of that terrible day 那天的恐怖记忆 永远的被刻在了我的脑海中 深深的被刻在了我脑海中 你的脑海就是这个石头 而记忆就是上面的一个字 所以同学们 这句话多给力 为什么给力 你每次写继续文 做而最后一个活动结束 你可以说 我永远忘不了这次经历 你老是这样说的 I will never forget this experience 我觉得特别啊 这回给你个被动剧 再来个刻 有点比喻的感觉 那一定会给做而天才 希望你记住这句话 或者自己造一句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段经历 那怎么说呢 就是这段经历 永远会被刻到的脑海中 我们叫做 This experience will forever be engraved on my mind 所以be engraved on one's mind 刻在某人的脑海中 就是永远冥记的意思 希望你记住这句话 对那些作肯定会有帮助的 好 那么这句话是它的实义 说这些字被刻在 underwards bones and ivory tusks every叫乳白色的是一种颜色 task叫象牙 every task乳白色的牙 其实就是象牙的全称 并且呢还有一些蒙骂象的象牙上 这些词也认识就可以 来往下 the nomad这个词给我读好 千万别读错 有些读normad 那就麻烦再读成normal了 一起来nomad 再来变 nomad叫游牧民族 或者游牧民族的牧民 都是可以的 说这些牧民 什么牧民呢 who made this marking lift by hunting and fishing 原来是他们 做这些记号的人 对吧 于是定义从句 the nomads lived by 靠打猎和捕鱼为生 是他们做这个记号 好像during the last ice age 在上一个冰川世纪 那么which 飞鲜定义从句 指的就是ice age 这个世纪始于35000BC and ended about 10,000BC 是这样来的 是他们做的 好像跟农业 是不是没有太大的关系 那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呢 于是继续往下 by correlating markings made in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 historiens have been able to read the difficult code 通过怎么样 历史学就能够读一下 这个很难的密码 于是by叫通过 correlating 咱们可以不记 但那动词 我们要记住 跟它很像的词根 跟我一起读relate 不用大写 relate 词组relate a注意加解词 to be 等于connect a with b 他们的意思都是 主语往往是个人 叫做把a和b联系到一起 举个例子 the report release high wages to 当然呢 这里就不能用with了 如果connect我们家with to labor shortages 这个报告把高工资和劳动力短缺 labor shortages联系到了一起 那咱们在一起 人们帮忙把吸烟与癌症联系到一起 用这个试试 people usually connect吸烟 smoking with癌症 cancer 没问题吧 我把它写出来 叫做people connect smoking with cancer 很好 但有时候这两个句子也经常使用被动啊 咱们中文好像无非主动被动 我也可以说 吸烟被与癌症联系到一起 叫吸烟与癌症紧密相连 你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呀 smoking is connected with cancer 或者high wages is related to labor shortages 所以就出现第二次词组叫b related to 或者b connected with 他们的意思叫做a 就是这里的a与b有关 比如说我的工作与化学有关 my job is connected with chemistry 或者my job is connected with chemistry 往往往在 audowers 往往在有的时候再加个小复词形词复词 close的形词变成复词 修饰种关联度 close在这里叫紧密相关 说my job is closely related to chemistry 我的工作以化学紧密相关 吸烟与癌症紧密相关怎么说呢 smoking is closely with connected with cancer 所以同学们主语是发出动作的还是一个东西